探索活动 平面镜成像的性质 将A3白纸平铺在桌面上 并用直尺和笔在纸面中央部分划一直线 以长尾夹夹住深色压克力板的底部 设压克力板树立在桌面上 便于桌面垂直 调整压克力板的边缘 是压克力板与纸上的直线对齐 在压克力板前约五公分处 放置一枚十元硬币 是硬币的字面朝上 结果发现 在压克力板后 可以看见硬币的成像 将另一枚十元硬币 放在压克力板后硬币成像的旁边 观察板后硬币 和板前硬币和板前硬币的成像 结果发现 两枚硬币文字的方向是左右相反 接着 改变压克力板前硬币 再观察一次 再观察一次 硬币成像的大小与距离 是否与板前硬币相同 结果发现 两者的大小依然相同 而两枚硬币 与直线的距离 仍然保持相同 由活动结果发现 物体在平面镜中的成像性质为 大小相同 但左右相反的虚项 而且 不管物体距离镜面多远 成像与镜面的距离 等于物体与界面的距离 大小也依然相同